在定義上是一個新的法人 即是一個人過世 即是有另一個老婆 即是類似這樣 經常交幾萬到十萬開始 就會開始肉痛 十萬幾萬都會肉痛 但有些細節大家可能就會忽略了 如果一個小朋友是當年出生的話 我們就忽略了這個 其實就是有 歡迎大家來到今集我要做訪問 今集的嘉賓是非常特別的 首先說說什麼題目 大家也可能說說投資、賺錢 最後就算是稅 今天就會見到很多人成立公司 有很多的規則去做 特別在我們普通人做這麼多事之前 其實有沒有一些合法的地方 我們叫做Test Planning 今集就請你這個 厲害了 我等你介紹一下我們有什麼關係 Henley 就跟大家去解釋一下 今天歡迎你 大家好 我們先解釋一下一些微微的關係 首先我應該是1995年已經和你一起讀書 還是1996 1995年 1995年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長遠的同學關係 然後他是Jacky 哥 這個又是另一個關係 其實Henley就在四大會計師樓去做過 去到經理級 到現在 希望從CPA 即是專業規劑的角度 去跟大家說一些 Tax Planning 首先我們問一問 還有大家要給like 有問題留下留言 我們第一集非常之簡潔 是人都應該要做的一些步驟 但其實有很多位置 大家誤會了 遺漏了 剛才我們開咪前也說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說這件事 好嗎 何況你強項 基本上他都是香港的稅務 和北美 我去北美之前都是嚴重地請教他的 亦都獲力良多 未必有一集能夠說完 亦都未必第一集能夠說得到 和方便說 不過大家記住 樓下講的內容 全部都是要徵詢自己會計師的意見 和戴上頭盔 和所有事情都是娛樂性質之用 要留意清楚 我們先去看看一般去問的問題 我們經常聽到一些人都會想 交稅和付稅 其實是否一般人都能夠做的事 是否這麼難 還有避稅、逃稅和Tax Planning 有沒有分別 在這個會計行業中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Tax Planning 另一個叫Tax Evasion Tax Planning 中文就是稅務計劃或稅務安排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跟隨公司或個人財務狀況 再根據當地的稅法 去設計稅務計劃 其實這是合法的 是可以做的 另一個叫Tax Evasion 中文就是逃稅、避稅 那就是不可以做的 簡單的例子就是 你有收入 但你不去申報 或者我明知道我有收入 也不去申報 這種就是不可以接受 可能會犯法的 正常每個人都想省稅 但如果你想不交這麼多稅 然後就不交稅表 或者有收入就不報 這些不是正確的省稅方法 這些是避稅 這樣是不對的 應該是做一些正確的 Tax Planning 方法去省稅 所以有人都想過 這些環球徵稅的國家 例如加拿大、美國 例如我香港有物業 他鬼知甚麼 你都不要這樣想 你都當它 不是當它 你應該要申報 那一種就叫做Tax Evasion 基本是它是環球徵稅 當然有辦法 但你擺明是你的物業 又收了租 人家說明的法律是這樣的 那你就不要做加拿大人 不要做美國公民 所以這個就有很大的分別 好了 我們下一條問題 就去問一下 究竟誰有這個權利 或者有這個方法 可以去做Tax Planning 還是一般普通仔行不行 普通打工仔行不行 其實就 如果剛才也有說Tax Planning 其實如果Tax Planning做得好 所有人都有機會可以省到稅 去交少許稅 一般打工仔 開始出來工作的時候 收入未是很高的時候 一般來說都不會想到這樣 因為其實你個人免稅額 那些公養父母 已經夠了 變成就沒有這個考慮 不用加很多就算了 不會想到這樣 好了 當大家升職加薪 人工越來越高的時候 發覺我會開始覺得 我交很多稅 那有什麼辦法 其實不用交那麼多呢 就會開始思考 交多少稅開始要思考 這個時候 通常我個人經驗 通常會交幾萬到十萬 開始就會開始會肉痛 幾萬都會肉痛 肉痛的時候就會開始思考 所以我的建議 通常是提早就要想定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 你現金流一部分 我自己都試過 就要預留一筆錢去交稅 如果你的稅是可以省得到 或者付少一點的話 其實對你的個人現金流 都是有改善 其實這一集起碼是橫跨了 一般人都做到的事情 因為基本上我問你拿提示之後 原來我生了這麼多賤仔 那一格都沒有踢到 其實這些很傻 很弱智的位置 政府是給你 是給你用的東西 你不用去到公司有什麼規格 那些住先 起碼很多事情我們都要做 一般來說 如果我覺得想去善用這個 財務計劃 其實怎樣開始住 又不想開公司住 又搞這裏 搞這裏 搞這裏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呢 其實有很多細緻的 你剛才也有提過 我從簡單的開始說起 如果一般打工仔 最基本我想大家都要扣MPF 除了扣MPF還有很多 比如說進修的課程 考試 其實是可以扣稅的 有時候有些人可能會不知道 或者忽略中 我都看到這格 那怎樣扣 一百萬進修都可以 有上限的 還有某些課程要符合稅局 某些要求 有些condition 才可以給你扣 另外就有捐錢 捐錢其實都可以扣稅 但又是指定某些慈善機構 亦都是有上限的 亦都不是說我去買一張彩票 其實是不行的 就是這些要大家要留意 另外就如果你有自住物業 那那個供樓利息是可以扣的 亦都是有年期有上限 大家也要留意 這些就是最基礎的 扣稅的item 另外就說有些就是 大家都知道 兩夫妻一起一起 那些叫做 Join Assessment 那個其實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我老婆是家庭主婦 老公出去做事 那就變成老公 就拿了老婆的免稅額 來用 這個是最簡單的 用Join Assessment 去省稅的方法 那 即是可能老婆和老公 配合上限 可能一個是用不完 一個是用得了 所以就配合在一起 有些什麼 這個我經常都提 就是之前都未做那麼多 之前 普普通通填章方法 我都不會提 提完之後有些什麼要做 他就自己計 有個位置讓你提 Join Assessment 提完就可以了 是啊 但其實這些就變成顯心度 其實我覺得要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要有個思考的 不是說我收到稅表 我30分鐘內之外 停 有時候我覺得你有空沒有工作 都可以想好這些事情 當然如果你太忙 都可以找其他專業人士幫你 明白 到這些位置 暫時就是很簡單的步驟 基本上是 剛才Handy都說 你早一點想好 但等到你去到那個報稅額 是夠高 你才能夠蓋到其他的成本 譬如你找一些專業人士幫你停 是啊 十幾二十萬的稅務 別人不會收你十幾二十萬的專業費用 這些都可以開始下手 另外就是想提一下 關於免稅額的細節位 其實我想有些位置是大家忽略了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小朋友 或者有公養父母 其實是可以有免稅額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有些細節大家可能就會忽略了 就是說如果小朋友是當年出生的話 其實就是有雙倍的免稅額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浪費了四個 今年有 我今年可能 另外就是 另外就是 供養父母 如果你跟父母同住 都會有免稅的免稅額 如果很不幸 小朋友或者 父母都有些雙殘的東西 其實都會有免稅額 但其實我說這些東西 全部都不是Rocket Science 在那份稅表有得你 全部都 你免稅了就有 所以有時候這些魔鬼的細節 就不知道 可能就會overlook 明白 那我們去看稅的本身 就是有分剛才的Selary Tax 和Profit Tax 了解之後有什麼用處 或者有什麼幫助 如果你說到Profit Tax 剛才我們說的都是Selary Tax 說到Profit Tax 就是做生意 和做自顧的 那些人就是 我不是打工的 我自己做生意賺錢 那些 就會考慮開公司 即可以開公司去做 那開公司的好處就是 可以將相關的收入和支出 全部都歸入去那間公司裏面 那做生意就不一定賺錢 可以賺錢可以虧錢 那賺錢就自然要 但是虧錢呢 那些虧的虧損呢 那些虧的虧損呢 可以大到下一年 將來你如果再有賺錢的時候 可以抵扣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特性 即是開公司 有公司也有分幾種 如果是那些自顧 那種叫做 我們會開一間 Soul Paparata 那 即中文叫做東主 那就是俗稱有些人叫做無限公司 那都是一樣特性的 你就將相關的收入和支出 你自己要記錄好了 那在那張稅單 即是平時綠色那張個人稅單 上面其實有個地方 給你填這些相關收入 那就是你要去公司註冊 這間東主 那這個就是自顧通常會做 那另外就是我開一間公司 那就是一個另外的一個法律的個體 就是好像當是一個人 那這間公司 即是有限公司 就要分開 要記帳 即是要賣數 即是你有收入和多少支出 那每年要做audit 那就要另外再要公司 就有張稅單收回來 那就要另外再報稅 即是這些就是 即是如果開公司相對 即是有辣有不辣 即是你又要去有些cost to maintain 一間公司 但好處就是你可以把相關的收入和支出 全部放進去一個地方 明白了 那是否… 剛才說到自僱人士 即是可以需要這些步驟 那如果我是打工的 即是employed 即是full time 那我可不可以做這個步驟呢 其實是… 其實是可以的 但首先如果你打工 你也要雇主讓你肯 再做多份先 首先所以你要bargain 是的 這個就變成是你和僱主商量的事 那好了 即是我也見過有些case 就是他同一時間有出糧 但是同一時間有做生意的 那就變成他就同一時間有兩種income 的時候 那稅單其實是有個地方給你填 你人工多少 那你另外就是這些做生意的收入有多少 其實是可以同一時間 在同一個稅表裡申報了出去 那如果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一件事 叫做personal assessment 叫做個人入息貨稅的東西 那簡單來說就是 將身份稅和尼得稅這兩種的收入 就混在一起看 但是同一時間 你又可以享有身份稅的免稅額 和那個稅階 就是理論上個人的那個 那個稅是會低一點的 這樣 但是呢 就要看情況 就不是 要看那些數字怎樣 就不一定有好處 其實就 稅局 網頁也有個 他們的稅計劃 給大家去試一下 其實就香港稅很簡單 只有幾顆數 那你扣下去 按一下 就知道你有沒有好處 所以剛才呢 我想提及的那些東西 給大家 我覺得是很多人是跳了一步 要不就什麼都不理 要不就以為 哇大龍大鳳 又要交這個稅 又要BVI 又要包住 其實你中間錯過了很多 其實有很多人 怎樣的 motivation 去開始 原來呢 可能開始我交很多稅了 那其實呢 原來要選擇有幾種 那你都要開公司 或者你可以了解一下 背後的 structure 為什麼要開公司 那你經常可以 然後呢 去徵詢你本身的一些會計師意見 他計算一下 你計算一下 然後你計算一下 我給他交稅更好 那你的稅額就不夠大 那如果你的稅額夠大 你不就叫你老闆 給你少人工 那你就可以考慮 這幾種方法去做 其實就 我想 一些地方 用同一個法律和會準則的地方 都是差不多的 有些國家的福利越高 稅越大的地方 就越複雜了 其實香港的稅例是相對很簡單的 我自己有讀過美國和加拿大的稅例 相對來香港來說 真的簡單到爆炸 所以那些踢完踢 真的有汪不成最大的惡劑 香港那張稅表只有四版 你去看看那些 美國加拿大那些 出現出來幾十版 基本上 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們去到現在都說 去可能移民 又或者去其他地方 去一些投資 牽涉到一定的 可能開始牽涉到國外的稅制 最複雜來說 就是北美 我問你那些問題 其實 是很重 也很重的稅下 究竟它複雜是甚麼位 以及是否正常人就死定了 過去收30%就比足這麼多呢 還是有甚麼不同的位置 令它複雜那麼多呢 其實也不是 其實我剛才提過那些 魔鬼細節 我跟父母同住 原來你出生的年多些 這些細節位 香港已經相對少一些 外國有更多的選擇 讓你選擇 基本上是多到你不會知道 除非你真的去讀 所以當你這麼多選擇 如果這樣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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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個yes or no 這樣就會變成很複雜 所以我個人過去 例如加拿大打工的人 美國這樣 其實我是找硬銀的 我自己不可以像香港一樣 剔刀 還是剔刀 自己都做到的 但其實不同的一件事 就是 加拿大做例子 其實它是先扣了你的稅 到時你是退回來 換句話說是不同的 政府先收了你 你就自己剔回來 我收了 我收了 其實都被人扣了 因為他每期出薪金給你的時候 像MPA 強積金一樣扣了你 以前我做委託的時候 為什麼扣了那麼多錢 是啊 所以是不一樣 說真的 你剔漏了 就你自己剔漏了 你自己剔漏了 那不同香港 香港就是 我交出去 我交出去 我當然想辦法省 對 我想這個制度上是不一樣的 那規格上 是不是大概都是 剛才講到個體 例如我 一個老公 一個老婆 然後我想剛才 另外的細節位 就是你一間公司 在定義上一個新的法人 就是一個個客人 那就是有第二個老婆 類似這樣 就是大家明白 這些位置就advance很多 當你打開這段 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不過在北美方面 是否都是用同一個 差不多的匯計準則 是否也是當不同的個人 有不同的公司 都可以有多一重的 一些叫做 Task bracket 可以混在一起用 如果肯定個人稅率 和公司稅率 肯定就不一樣了 你剛才說的那種情況 就是當你去到公司 和個人層面 去到外國和香港 真的不可以混在一起 那最後一類的問題 例如假設 我開始 香港人 或者到處去想移民 或者牽涉到要投資一些外地樓 你怎樣都要了解一些新的制度 例如我們熟悉的 比較多 例如加拿大 美國 美國 加拿大 其實 個人 例如我去打工 個人的稅務 和我去創業 在公司層面的稅務 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拿加拿大 做例子 如果你打工 一定會簡單些 因為他每個月出糧 他已經抽起了你 一部份人工是稅 那你就每年再填一次 那些叫做Tax Return 退回稅 如果退得到的話 如果做生意 你就要自己賣數 每個月要賺多少 蝕多少 就相對要複雜些 你又要簽約 又要報上去 那條數 賺定蝕你自己計算出來 所以自己要衡量 就是個人的稅務問題 其實就相對簡單些 相對公司 但相對香港就複雜 是的 例如有Capital Gain Tax 有很多 納納納納納納納的 不同的Tax Brackets 是複雜些 相對公司來說 其實你自己去賣數 要計算 是複雜些 但是做生意的 有債有蝕 這件事 我想我們現在 先觸碰到這個位置 起碼我覺得 零去一個是 其實很少人交代 多謝Henny的一個意見 以上的內容 全部是娛樂性質 雖然有專業的支持 但都是娛樂性質 你也有責任 為你自己的稅務 Tax Planning 去問專業的會計師 作最後的決定 大家也要留意 這件事 很清晰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又想再 一些 剛才你有幾個眼眉位 自己重新 還有他特別笑得尷尬 你就知道 有興趣錄多集 都沒有問題 不過 再深一集 又再難推 看看大家的呼聲 有多少 找Jacky找他 大家記得按like 和分享 在樓下有其他更加延伸的 例如本地的問題 或者外地的一些不同的稅制問題 大家在留言欄留下 我又問Henny去回答一下大家 大家記得按按讚和分享 投資不是大個樽來 下次見大家 拜拜 拜拜 還未訂閱富翁電視MTTV 快點去訂閱 各位朋友 我還有四個星期 就會和家人定居在加拿大的 今次是我離開前 也只是第二次 我做的環球網上的分享會 或者叫做課程簡介會 就將我一生中十多年 行內資產股的經驗、守則、策略 會和大家講清楚 希望大家會明白 你的投資策略 長遠的錦囊和部署 應該要對你自己 未來十年的大方向策略 來個大升級 7月18日 希望你或者和你朋友 一起下面的連結報名 記住 是難得罕有線上 是全球沒地方 終於在網上一次見到大家 大家記住報名 疫情過後 大家都陸續續上班 上班 是否想鬆一鬆 逢港股開市日 下午三點鐘 由我們升級版 陪大家一起移一下 每一日 由宏觀去到微觀 由策略去到執行 和大家一清二楚交代 最新優惠 裝置三點鐘 升級版十二個月 現在會有優惠 折上折之後 是一千一百四十元 違反每一日 只需要四個多五元 按下下面的連結 加入我們 Jonathan的MT4 自動程式交易 分享會是免費的 7月22日 最好 你不需要programming 不想做programmer 但相信程式交易 會成為主流 如何創造第一份被動 收入加薪30%呢? 準時見大家 喂 大家 我們招聘 需要戰友一起去打仗 社交媒體 會監管控制整個影片 相架的流程 或者與嘉賓的聯絡 你亦都會學到很多 我們營運社交媒體的大秘密 2020年市場比較波動 我們繼續有不同的 免費分享會 給大家學習 近來我們分享會 都比較爆 有興趣的 快點在下面連結報名吧 大家見面 下次見 大家見面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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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